中華五千年 毅便利主持 張偉國讚稿 中偉明編導 宋英宗繼位 宋仁宗是宋朝第四位皇帝 他十三歲繼位 十五歲的時候立皇后國士 九年之後因為和國皇后不和 在一次爭執之中被國皇后掌摑 於是將國皇后廢了 送入道貫施過 後來國士在道貫屈屈而中 另外有一種說法說 宋仁宗對國皇后念念不忘 打算迎接她回宮 但是被國皇后拒絕 而宮中宦官首領嚴文應 因為最初極力主張廢國皇后 嚴文應恐怕國皇后回宮 對自己不利 於是將國皇后毒死 宋仁宗知道之後 將嚴文應放逐去領南壽虎 這麼說 國皇后死了之後 宋仁宗改立開國功臣 曹斌的孫女做皇后 曹皇后精明能幹 將宮為打理得整整有條 有一晚 有部分宮中宦官勾引賊黨入宮放火劫略 宮中非常混亂 曹皇后指揮可靠的宦官和宮女救火退賊 迅速安定局面 自此之後 宋仁宗對曹皇后十分尊重 宋仁宗好色 妃笨非常多 其中以張貴妃最伶俐乖巧 甚得仁宗歡心 而張貴妃是在自和元年秋天病死的 宋仁宗雖然妻妾眾多 但是只有十三個女兒而沒有王子 這件事在君主專權的時代 的確是非常嚴重的問題 加上宋仁宗向來體弱多病 中年以後更加曾經中風 又曾經昏迷多日 病好之後不但行動不便 而且精神極差 這樣的情況 的確令到公卿大臣非常憂慮 在嘉友元年六月 宋仁宗大病初遇 間官首領梵鎮提出選擇 王族子侄立為王子的要求 但是被宋仁宗拒絕 而且將梵鎮調去做司法工作 這件事引起其他公卿大臣議論 漢林學士歐陽修 漁市忠誠包請 以至宰相韓旗文彥博 庫拔等等官員 都紛紛上訴請求人中 組立王子 但是人中都備而不答 到了嘉友六年潤八月 新任官官首領司馬光 認為不能再拖延了 決定再請求送人中組立王子 司馬光在嘉友二年的時候任職冰州通判 他在冰州即是太原那裡 聽聞梵鎮包請等人上訴 勸人中立志被拒 司馬光不顧自己官職低微 三次上訴請求人中接受群臣勸告 組立王柱以安天下之心 人中當然置之不理 司馬光出任見官之後 因為見官的職責是挑剔朝政錯誤 評論君主或者執政的過失 提出治國里民的正確意見 所以司馬光決定舊事重提 微臣知見願司馬光參見陛下 召問陛下龍體安康 司馬兄 朕的身體近來已經好轉了 不過始終是精神不振 那陛下應該小心調養 凡事切勿粗勞 是 朕知道 陛下 微臣有一件事想向陛下奏臣 司馬兄有事不妨直說 那陛下 微臣感問陛下 四年前 微臣在冰州通判任上 曾經三次上唆 不知道陛下還記不記得呢 四年前 四年前 司馬兄你三次上唆 心記不起了 到底是為了什麼事呢 是跟樊鎮包請他們所提的事有關的 呃 呃 呃 啊 一定會引起爭端 四年前 微臣累及宗廟社職安危 甘願無月職言時秩序 由冰州上唆 但是遲遲未聞陛下得任 微臣十分疑惑 呃 這件事 就是要細心考慮的 呃 陛下已經考慮了四年 好應該有所決定了 呃 呃 愧不敢當 不過 微臣恐怕王志未定 他日一旦有變故 闖出之間 有人乘機緩立外販 從而專決誤國 微臣身為賀官 職責所在 不得不竭盡忠臣 向陛下陳述 好 司馬兄的意見 朕交給忠書省 又宰上詳細相宜了 謝陛下 韓相公 立王子的事 似乎有眉目了 沒錯 最近聖上 經常向公軒大臣 查問前朝 立子責為王子的典故 看來 這次軍實興 你的功勞都不少 下官只不過是 進奸官職責 但是我恐怕 宮中有人阻撓 聽聞 自從聖上得病之後 皇后娘娘也贊成選立王子 如果皇后娘娘都贊成 那就容易成事 是 我韓其身為宰相 一定要盡力說服陛下 祖定國本 祖定國本 神已經看過了 不知道陛下聖意如何 其實 朕早有此意 陛下早有此意 是的 是 那就真是社職行審 中妙行審 唉 朕老了 又多病 國家是應該附陀有人的 對了 韓兄 你心目中 有沒有適當的人選 立王子乃是國家大使 所以 必須出自陛下聖才 群臣又豈敢妄字一語 嗯 好 好 二十幾年前 朕曾經修養過兩個宗室小兒 後來他們長大成人 脆妻之後 都離開了公禁 有這樣的事 是 小那個較為遲頓 但是大那個 還算聰明乖巧 微臣敢問 大那個位叫什麽名字 是出自哪一房 哪一支的呢 他叫做趙忠實 今年三十歲 他祖父是太宗皇帝的第四子 雙王緣分 他父親是瀑王殞陽 都已經過世了 忠實的妻子高氏 是皇后大子的女兒 哦 那趙忠實 又的確不錯 不過 迎立王子事關重大 懇請陛下今晚仔細考慮 決定之後 明祖吩咐中書省公佈天下 嗯 好 公子 公子 聖上又派使者來接公子你入宮了 又有使者來接我入宮 是啊 我不打算做皇子 周先生 勞煩你再替我寫奏章推辭 你說我一向身體虛弱 不能入宮事後聖上娘娘這樣說 公子 你已經推辭了十幾次了 今次聖上派人抬腳來接了 唉 無論如何我不可以做皇子的 公子 你年幼的時候 在宮中長大 聖上知道公子你賢能 公兄大臣知道公子你謙恭有禮 然後才決定立公子你做皇子的 你屢次推辭 未免太決絕了 何必呢 唉 周先生 你有所不知 我一再推辭 其實是想避禍 避禍 為甚麼 唉 公禁心嚴 我在宮中無權無勢 入宮之後難免受制於人 那我又何必送羊入虎口呢 唉 公子你言重了 呀 公中固然是權勢之地 但是 公子你以皇子的身份入宮 明正言順 他日繼承大統 就是大宋的天子 還有誰敢交給公子你呢 況且 聖上立公子你做王子 已經公佈天下 如果公子你執意推辭 聖上一定另有打算 改立其他人做王子的 五萬人這個人認為公子你對他有所妨礙 那公子 那公子 你和你的家眷就難保安然無恙了 唉 唉 為何我想不到呢 公子 你還是聽同下官的勸告 入宮謝恩 嗯 被周先生你一言驚醒 好了 那我答應入宮 好 那就最好了 人來 在 立刻叫夫人和幾位小公子 收拾隨身衣物 其他物件一概不准帶入宮 知道 還有 我只是帶這幾箱書籍入宮 其他物件一概留下 我入宮之後 你們每日要將屋內外打掃乾淨 準備我回來 奴婢遵命 矢彈 矢彈 咖彈 即使 家有七年八月 趙忠實聽從王府教授周曼陽的勸告 接受王子的身份 改名趙柱 葵同夫人高氏 三個十幾歲的兒子 趙仲針、趙仲明、趙仲確入宮 八個月之後 即是家有八年三月 宋仁宗趙貞一病不起 死的時候是五十四歲 趙柱以王子身份繼承帝位 成為後世所稱的宋英宗 正如趙柱入宮之前所預料 她在宮中缺乏權勢基礎 而宋仁宗的曹皇后 名義上是英宗的母親 所以被尊為太后 另一方面 曹太后又是英宗外母的妹妹 英宗繼位之前已經對她十分畏忌 而曹太后為人精明機警 無論宮宗或朝廷的事都插手干預 而且時常引經據典裁決大事 認中性格崛強 她在曹太后的壓力之下 不得不事事衣蟲 身心受到嚴重壓抑 終於在職位典禮之後四日患病 精神彷彿舉止失常 有一日 載上寒旗入宮問病 尾臣寒旗 尾臣寒旗 當地下育體安康 道理 皇帝 韓相公入宮問病 你怎么能不理不睬的呢 問病 好的 請陛下保重 忽然間又會傻傻餓餓似的 對了, 應該吃藥的了 人來, 餵藥 臻子 請陛下吃藥 我不吃, 不吃了 不吃藥怎麼行的 太后, 不如又微臣圈陛下吃藥 好, 勞煩韓相公 不敢 請陛下吃藥 不吃, 不吃 太失禮了, 太失禮了 皇帝, 你打寫一碗藥 你看, 連韓相公的朝服都弄濕了 真是太失禮了 請太后吃爐, 聖上只是無心之失 韓相公, 你要為國事操勞 又要侍奉皇帝吃藥 太難為你了 皇帝竟然全無體恤之心 太過分了 人來, 立即嘗試韓相公一套新朝服 真是 微臣不敢當, 不敢當 那韓相公即是怪責皇帝 太后, 聖上有病, 神智不清 然後言行舉止有失當之處 微臣又豈敢責怪了 微臣願請太后體諒聖上 唉 朝服情相 韓相公, 請換個朝服 微臣不敢接受 仲針, 你過來 是 你父皇弄髒了韓相公的朝服 你看父皇親手把這套新朝服 遞給韓相公 孫兒遵命 請韓相公接受 皇子殿下, 微臣起錦, 起錦 太后, 請太后聽微臣一句話 微臣然後自敢接受賞賜 韓相公請說 太后, 微臣汗旗 與歐陽修曾公諒等五六個書生 奉先帝為召 輔助新天子掌管朝廷正務 而天子在宮內的起居 就傳來太后照顧 太后是天子的母親 天子萬一有事故 太后你實在難辭天下神問責備 啊, 韓相公, 你說什麼? 母慈子孝, 公中自然會和合 當然, 當然 皇帝的身體不好 我身為母親, 當然關心王兒 現在 這樣就最好 只要太后關心聖上的身體 使她少受困擾, 放開懷抱, 安心靜讓 這樣不出幾個月, 聖上一定會康復 嗯, 韓相公也說得很有道理 韓相公, 上次的事實在太失禮了 陛下有病, 內心煩躁 稍有失禮是難免的了 近來陛下逐漸康復 微臣可以放心 嗯, 韓相公 朕能夠康復 都是全靠你 啊, 微臣何公之友呢? 韓相公 朕患病之前 太后實在對我太苛刻了 她對我毫無慈愛之心 我真是無法忍仇 陛下 無慈子孝 當然是最好不過 但是, 倘若父母未盡慈愛之心 那為人子女 亦未常不可以盡孝道的 嗯 從前, 帝信的父母空患 帝信仍然能盡人子之道 還要令天下人感動 名遂千古 陛下對太后抱怨 為何不先反公自問 有沒有對太后 刻盡神子之禮呢? 嗯 韓相公 你說得對 自從韓相公你規勸之後 太后已經不再督摘朕的言行舉止了 太后聖上 能夠無止諒解 真是國家之福了 曹太后 宋英宗母子之間的衝突 在韓齊 司馬光等大臣盡力規勸之下 終於化解 自此之後 曹太后還政給英宗 甚少干預政事 在宮中養老 宋仁宗趙貞在位42年 是宋朝在位期間最長的皇帝 在此 我們不妨回顧一下 由宋朝開國到宋仁宗末年 大概一百年的情況 宋朝承接五代十國亂世 宋初的執政者 鑑於五代地方繁鎮將領專橫 實行中央集權強幹約支的政策 將地方兵權、財政、任用官吏等權力 收歸中央政府 又將視權分散 防止官員獨攬大權 這樣的做法的確矯正了不少五代時候的弊病 五代末期中央政府逐步建立一支強大的禁軍 宋朝的禁軍直接由皇帝控制 因此有強大的武力 兼併南方的割據政權 將南方的財富輸送去中原 鞏固中央政府 這些都是宋初政治穩定的重要因素 宋朝雖然矯正了不少五代時候的政治弊病 但是仍然保留了不少五代的制度和習慣 在南方人看來 宋朝中央政府的政策和制度 令經濟繁榮的南方比較吃虧 到了宋仁中在位後期 宋朝的政治積弊逐漸顯露 包括眾民輕武邊防不穩 勇兵勇官太多行政效率低 財政困難尤其是地方政府財用不足等等 令到不少來自民間的時大夫 尤其是南方的時大夫感到不滿提出改革 因此和維護原有政治秩序的保守官員有所衝突 於是演變成為黨爭 中華五千年之宋英宗繼位 是由董麗成、蕭亮、盧浩榮、鄭啟明、溫泉、 譚翠蓮、蔡瑩玉、羅家寧、曾月娥等聯合播演 現在已經已播放完畢 Gwenine